其实,奶妈这个职业自古就有,直到今天,我们还时不时听到新闻爆料,它延续下来的原因之一,就是有钱人家沾写财力,仅是一种炫富的,也有包括生母没有多余的奶水去喂养子女, 这二代女可以赚取家庭的生活费,在古代,奶妈这一职位通常地位是比牙床高的,有的奶妈更是拼子贵,像在皇宫就特别是有一个机构,那就是奶子府,那里经常会有许多年轻妇女带选,都是该生育过小孩,而且乃至充足的妇女,古代的皇子都要让奶妈来养,因为有一项特殊任务,是生母不能完成的, 疏远非凭与皇子的关系,使得他们和生母之间感情疏远,日后如果继承大统,也不会受到外妻影响,古时候,对于皇权来说,外妻是最大的威胁,这些外妻通常都是太后或者皇后家的亲戚, 比如汉武帝登基初期,救生受斗太后及其外妻的干涉和阻碍,所以晚年时,汉武帝并将太子的生母赐死,对皇子进行传宗接代方面的启蒙,最让人熟悉的就是明朝时明谢宗朱建生,册封了自己的如母万世为嫔妃,奶妈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给皇子做一些启蒙教育了, 当然这个启蒙是关于性启蒙的,古代都是生育很早的,年纪轻轻就可能结婚生子,所以启蒙教育也要成早,奶妈就会教皇子,把鸭香帝的东西交给皇子,不过也有一些弊端,皇子有可能爱上自己的奶妈,明夕宗朱有孝就曾经对自己的奶妈可是恋恋不忘,非要娶她做妃子,被群臣百官的百般劝说, 小才没有如愿,奶妈除了管理皇子的日常起居外,还要兼顾其教育的职责,必将皇子的教育皇室是非常重视的,但是这些皇子们除了正规的皇室教育外,还要了解一些民间的事情,这些事情只有从这些来自乡下的奶妈当里得知,从而也能更好地了解民间的疾苦,这是从小带在皇宫大院里的皇子们的生母们所不能胜任的一项 当特殊任务,宋真宗正是从小在奶妈的教育下,对民间百姓的疾苦深入内心,所以继承地位后,才成为一代民军,奶妈在这其中的功劳很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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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